大家好,這一隻好好 那今天我來到了台中的莫竹亭 就來挑戰一下這裡的九宮格大胃王 前陣子在丁丁的影片裡面 他要點名我 希望我來挑戰 那對,我就來了 來挑戰看看 那其實我感覺 他食物份量是真的還蠻多的 總共有大概九份麵 然後還有一份水餃 跟吃杯飲料的樣子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那如果全部這些東西都吃完的話 就是免費 希望可以成功 好,走吧 進去挑戰囉 哇,餐點上桌 那真的非常誇張的多耶 九個主食 等於說是八碗麵 然後還有一盤水餃 然後水餃還有九個 然後每一個麵他都會附一個 就是小菜 這個牛蚌絲 所以等於有九個牛蚌絲 然後還有三杯飲料 三杯飲料都是一樣的 然後裡面都是有家婚會的 因為他這裡是三個套餐 所以是 還有三樣小菜 他這裡幫我準備了三個小菜 也都是食物 對,反正就是滿桌 感覺像是滿漢全席一樣 那挑戰的話是限時一個小時 吃完的話就免費 然後他是九個如果連成一條 全部都連成餡的話就免費 然後你連一條的話 其中一份就是他們招待 然後連兩條的話 就是兩碗招待的意思 會不會成功 然後剛剛問了一下 目前好像真的就只有丁丁成功而已 然後他這個麵量啊 看起來像是外面一般麵店會賣的大碗麵 所以真的是非常多 那計時器我就自己按 挑戰一個小時 計時就給他按開始 好緊張喔 我就要先吃來了 好,先開始吧 因為前面我們拍攝 花了一點時間 所以他麵有點黏在一起了 感覺有點增加難度 然後我現在吃的是這個招牌的 然後還蠻鹹的 老實說 如果吃九碗的話應該 好,加油 接下來吃水餃 然後剛剛三碗麵還有這個醬 超級非常之前 穩定充滿了 加上水餃 你整塊黑起來 打一整塊黑起來 我看已經整塊黑起來 1.5蛋糕 1.4蛋糕 1.5蛋糕 3.5蛋糕 他真的東西都有一點小辣的程度 吃的開始在流鼻涕了 這東西是雞肉的麵 在吃這個小卷 然後它這上面好像是說它們是XO醬 我覺得這挑戰 因為限時是一小時嘛 它的麵一定都會這樣子黏筋 我覺得正常人大概吃兩碗就已經還蠻飽的 來吃這個 份量最大的 應該是炸醬麵 因為它是旁錄的 是超級好 剛才精彷復第5句 在吃了牛油 可以當心上 吃了牛油 在這兒 跟鶴蛋 吃了牛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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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 吃的牛油 吃了牛油 吃就是牛油 - 哇... OK! 現在我是不是很想在吃麵了 但是我要...如果我這樣要完成的話 我必須要綜合的吃 所以就算不想吃麵還是要先吃麵 然後到時候我中間可以用一個小菜 來做一個中間的空檔 結束之後再吃這碗麵 現在已經吃了七碗麵 然後小菜我已經覺得這個長得很像麵了 讓我覺得也很難吃下去 這個也是麵 吃了這麼多碗麵 真的是不想再吃到像是麵的東西了 我現在就是有點極限邊緣 就是再多吃一點東西就跑出來 好難喔 哈囉大家 現在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下我挑戰失敗了 因為現在我其實 吃到現在這樣已經... 已經快極限了 現在台面上就是剩下這些 剩下一杯 然後又多一點點的飲料 這杯也快沒了 然後一碗麵 4個牛幫 2個小菜 對然後這裡還有一些 那些麵的那種配料 就那種像雞 我不知道挑戰挑戰把它吃掉還是 不過也是失敗啦 對不對 然後這裡是我吃完的 對因為如果再吃真的是還蠻不舒服的 現在就已經有點極限了 那...對 失敗 付錢 哇 外面下大雨啊 但是真的 挑戰完了 那真的是很可惜 沒有成功 就剩一點點 但是我真的覺得 這挑戰實在是有夠難的啦 剛剛我點了那9個套餐 如果沒有成功的話 價格是951 就是它所有的單點 還有套餐的價格 應該就是951 如果裡面選一個 我最喜歡的一個餐點的話 應該是三碗吃的 就中間有那個番茄 然後又有一點 類似打拋豬的乾 概念的那一份麵 我就覺得 那次裡面我吃到 我覺得最好吃的 感覺真的很大 好啦 那我盡力了 對 如果大家下次想要 繼續看這種 攪蛋系列 記得持續鎖定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 我也有假吃 好不好 真的吃不完就是真的吃不完 好 大家掰掰